如果不读世间这些知识的书 很难提升社会必须的工作能力 请问这样的心态 与学习弟子规是否冲突 不冲突 弟子规没有说明 你工作上需要的这些知识 不去接受 弟子规没有这 你在工作上生活上所必须的 你应当要许 如果与这个不相干的 那你就可以不必去接受他 那你要是保持清净心 说实在的话 这个社会的新闻 与你工作有关系的 与你生活有关系的 你一定要知道 没有关系的都可以不必看 你的心才会清净 古人讲得好啊 知识少时烦恼少啊 舍人多处是非多 认识人多了是非就多了 没有必要认识的人不需要 不需要去接触 不需要认识 没有必要知道的事情 最好是不知道 所以电话新建越少越好 我没有事情说 这电话都拔掉的 都打不通的 我有事情找人参 电话参 神事嘛 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是不是 哪有那么急的事情 没有 一定要先才能清净 所以懂得保护自己 我们下期待 我先给你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待